本视频由Codex射箭新基地赞助播出 新运动综艺 这里面全员射箭小姐姐 特别大家先看这里 主持人中有我们中国著名的射箭运动员张娟娟张指导 她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射箭项目中 夺得女子冠军的射箭运动员 是中国射箭项目上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打破了韩国24年以来奥运会女子项目的垄断 创造了历史 实现了中国射箭项目上零的突破 回到比赛现场 新运已经是第四季了 射箭一直是最受关注的一个项目 你去看这个比赛场地 射箭人都懂 就问你羡慕不羡慕 再想象一下 你边上站个漂亮的小姐姐 就问你激不激动 射箭馆里这么多老爷们 阳气太重了 一个妹子也没有 这人生太 对不起 失态了 以后如果你想约妹子去射箭的话 就不要给他们看什么鹰眼龙兵汉 更不要给他们看什么打猪打鹿打鹅打狗熊这类的照片 高情商的说法是 这是一项优雅而从容的运动 特别适合拍照 明星提示 射箭的时候请把头发扎起来 这样更安全不会扯到头发 而且马尾同样也是美美的药 比心 这次小姐姐们应该都有提前做了准备 你看看场上 CXT XC MK Alpha C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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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FX TITAN EX 还有西伯雅的苗 菲比克的减震杆 斯凯奇的护胸 斯凯奇真的出护胸吗 这个可以 射箭装备有的东西真的是不好看 要是斯凯奇出装备的话 我肯定买 现在玩射箭的人很多的 多么空白的市场 品牌卷起来啊 他说现在东西好贵啊 对不起 我又激动了 作为一名业余注册射箭运动员 小姐姐们的技术 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厉害的 这位是我最喜欢的选手 马兴末 好好看哟 我说的是沙方动作 可见在比赛之前 肯定是下过苦工的 正确的沙方动作 对于射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也是很有难度的 那么我们仔细来看看 马兴末是怎么做的 后手的手指 第一指关节 勾住弓弦 瞄准 手指放松 沙方同时背部继续加力 通过背部肌肉 把斩条手臂 完全带到脑后的位置 整个一套咸晕流水动作下来 可以让出箭非常的干脆 同时 这样的姿势既标准 也非常漂亮 反正我是做不到 我的沙方连狗都会嫌弃 再来看一下 另外几位小姐姐的高光时刻 前面说到 女生们其实都下功夫练过了 这是可以从几个细节 看得出来了 仔细看他们的手指 这根像鞋带一样的东西 就是鞋带 虽然只是一根鞋带 但其实这是学习射箭的第一步 有了鞋带作为护弓神 射手就不会再用手去握着弓把 而都是采用推弓这种方式 让弓保持向正前方 不会受干扰 出箭才会更加精准 嗯 细节 仔细看 还可以发现 每个人的剪针杆 形状不太一样 有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有的人只有一根 有的人则是歪字形 这也是因为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力量不同 数量减少一些 只使用组竿 这样可以更轻 更利于瞄准 还是细节 更有个别高端玩家 还练出了像导弓 这样的高阶技能 来 让我们看看奥运选手 小姐姐们的导弓 是不是也有模有样了 还有一个知识点 很多女生射箭的时候 最担心就是 会不会打到脸 那我们看 这个节目里面的小姐姐 就可以完全帮你们 放宽心了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都是紧紧的 把弦贴在脸上 靠着鼻子和嘴 而弓弦是往前走的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抽到脸 这里再换一个重点 就是拉举 为了打出好成绩 射箭是要求 每一件射手的动作 都要保持完全一致 所以他们会把手 靠在脸上 用弦去靠着鼻子和嘴 这样来固定 每一件拉开的距离 也有几名选手 加上了纯珠 鼻珠 这样的辅助装备 看 又是奥运同款 就问你 细节不细节 好 以上我们就是 简单回顾了一下 小姐姐们的射箭比赛 大家在为自己喜欢的 射手加油的同时 我也希望你可以了解 一些射箭相关知识 不光看热闹 还可以看出一点门道 这次的比赛 谢安然 陈晓云 马兴莫等几名女生的表现 都非常出色 最终 谢安然也是用 非常恐怖的58分 成为了这次比赛的冠军 避免黑子瞎喷 我们来看一下 业余射箭选手 C组的比赛规则 10米80把 而这次幸运的比赛 距离也是10米 同样也是使用80旋环把 同时 采用了更加残酷的 单轮淘汰制 这样 就造成了比赛 其实更加难打 选手更有压力 当然好处就是 比赛的观察性更加强 所以我觉得 这里胜出的每位选手 如果放到业余比赛中 他们同样是可以 打出高分和好名次的 我就问你 这个30分 放到你面前 你慌不慌 而且更可怕的是 有两个30满关 这样紧张刺激的比赛 再加上节目请来了 奥运射箭冠军 张志导来压阵 专业与颜值并重 小姐姐们的这次射箭比赛 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如果你想拉朋友入坑 那推荐他们 看这档综艺吧 好了 见仁见智里 全是风言风语 希望你能听个乐 同时 如果你能关注 和参与到射箭运动中 那我也会像 说到了三连一样 非常的开心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有缘再见 干掰